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英伟达2012游戏群运会 这个终于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分外的想念 是的 拿粉肚的话那句话就什么来着 我想死你们了 想死你们了 应该说2012年终于PU的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星期正半二的正式比赛终于开战了 星期二的春天来了 是吗 那个NGF我们记得 依稀记得在两年前前年 2010年 我们在上海的镇大广场确实是一次共襄盛举的一次盛宴 然后现场来到很多很多的观众 当然很多的什么著名主持 比如说BBC 还有我们要膜拜下的三炮同学 包括远区的炮哥 远区的炮哥 也都是依稀活在我们的眼前 依稀的还活着 这次我们有智慧 不知道有没有智慧可以现在再看到他们 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片头也是之前我们NGF 英伟达游戏群一辉的一些现场画面 没错 确实非常火爆 应该说在中国有这样的电子竞技生意是难能可贵的 是吧 以前我们看韩国看欧美那边现场很多的比赛电脑 更多的是观众 有热情 是让我们羡慕嫉妒嫉妒混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赛事 是的 那我相信这次4月29号4月30号上海的政大广场又会是一次我们电子竞技玩家的一次滔铁盛宴 那两个字我会念 滔铁盛宴 那今天呢是我们星期真八二项目的开赛的第一天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B组的比赛 没错 可能有些观众说ABS应该先A1 那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最近这个我们知道星期二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全天来了很多比赛慢慢出来了 包括4月份还有几点赛等等等等 还有据说新的消息是那个暴雪消灭型也马上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比赛会陆续的多 所以我们在赛程赛地上呢会尽量的做一些调整 然后呢那个今天给大家来的是一个B组的比赛 那可能有些观众还不太了解我们NGF星期二项目的一些分组情况 之前也是有一个直播抽奖 抽签 今天会抽奖 四爷和轩轩的一次抽签 那应该说我想问一下星期二谁抽的 星期二都是我抽的 都是你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潮四爷给这只乌鸦手帮我们抽出的一个星期二的分组 一起看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总共呢是32选手 分别是ABCDEFGH8组 我们看看今天B组的选手 是来自前路战队的两名队员分别是GYM和WP被分在第一和第二档子 你看靠近就是乌鸦手得比之战马上提就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如果两名队员携手出现这不是更好吗 那倒不错 对吧 而第三档子的队员那是GYM KORRAGE 就是KORRAGE GYM要打其他比赛 关键是他现在不是普通的队员而言 他是身兼队长 经理 领队 俱乐部负责人 反正奶爸奶妈都他当了嘛 所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少年担负起这么一个重人不知道能不能这个肩负起了 好的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三十二 就是每个小组呢四位成手打双败赛制 小组前两名可以晋级到十六强 我们看一下十六强的比赛对阵 很有看头哦 好了这就是三十二强小组双败每组晋级两名产生十六强的一个名单 注意看有一个橙色 橙色 GP1 GP2 GP3 GP4 这是什么意思 JP JP 说出来怕吓死你 吓死你 Japanese 这英语单词也发音不错 没错 这次呢我们因为原先呢是三十二位中国选手已经是那个选出来了 嗯 然后呢突然之间就是我们远在邻国吧 算是邻国吗 算是邻邻之地的算是 那个亚非拉地区的亚亚洲地区 那是环亚太平洋亚太地区 对啊 有四位日本武士跳出来说 我们也要打星舰 对 那么这次 我们肯定不能说Yama Day 已经说欢迎 欢迎 welcome 因为星际真霸二电子竞技无过界 我们也是这个以游戏会友吧 以星际会友吧 是的 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打出的八强中国选手 其中有四位选手将迎接日本武士的挑战 哦应该说很多观众对于日本游戏产业是有点羡慕族狠的 他们的什么家用机那种家用机应该是非常的发达 非常火爆包括什么街机啊等等对吧 然后但是电子竞技方面对电子竞技游戏方面貌似还不是成绩特别的好 这个就是有一点有一点薄纱笼在这边呢 我们要层层拨开他们 是啊 然后这次呢应该说日本的电子竞技选手很难见到 日本的身份二选手更加难见到 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用我们的肉身一探对方的真身 是吧 好的那么16强的比赛对阵就简单给大家说了 其实很简单 32小组是双败赛制 小组前两名进去16强 16强是经营一个淘汰赛制 进入8强 8强当中始终有四位中国勇士将对抗或者迎战 来自为东赢武士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肯定是一个群情滞扬的一个 民族精神就已经喷发出来了 但还是那句话 咱们有一点一比赛 因为以前这个有乒乓外交 小球转动大球 是游戏外交 用星际蒸发案来取代其他一些事情 是吧 可以可以 开个玩笑 那么这也是我们英伟达游戏群 会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星际蒸发项目 局势同时呢 还有我们LOL和DOTA的比赛项目 我个人理解啊 宁伟达对我们星际二最重视 为什么 看后面背景板啊 所有背景板 今天就是我们的Gip雷诺 你好金长 这两个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个是LOL的EZ 那边是弑血黄膜 DOTA里面 是吗 我感觉有点像像那个DOTA或者DOTA 那你当他是DOTA吧 我说怎么特别优惠星战有两个角色 反正LOL和DOTA也是拿这个背景板 这次Gip雷诺可终于扬背吐斥的 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都会在每周一二三转播 直播我们的星期二的赛事 是的 然后四五是DOTA和六日的LOL项目 嗯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3W点P1点4 了解三个项目的直播 详细 好的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B组的比赛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前两组的比赛对阵 一起看一下 好的 第一场交战的双方是天路的Gim 非常快一闪而过 他的对手呢是WP 这两支 这两名队员呢 应该是天路的最有知根知底 所以 关键是你这个手抽的太 太抽了吗 太抽了 我觉得差什么 不是 我觉得如果他们俩第一第二名出现之后 他们可以确保在四强之内 四强之前不会再碰到 你看 这个应该是WP是吧 WP在主题当中说 能和Gim大神打两盘 荣幸成狗了 有这么夸张吗 Gim这边反撑相机 永远大神 你肿磨能这么低调呢 两个人已经开始这个 唇枪舌战 这两个队友之间还搞得这么激情 可能 好那么两位选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位选手的一些个人的详细资料吧 希望给一些新加入的观众有一点点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天鹿Gim的一个 这个倒不得扣工资了 刚刚我帮他打圆炒 现在也没办法了 你得扣两份工资 我看到Gim的胜率好像要维持到60% 待会我们再看一眼 这个60你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胜率了 年岁16岁 还没长大 还在16岁 在我感觉到他已经16岁很久了 永远16岁 你以为是你林志颖啊 这次的 永远16岁 呃 虽然年纪是16岁 但仅凭第一届PS就打入了四强的表现 已经电竞了中国四大神族之一个底位 有吗 好想一想 CT Love CD CD 然后Marset Marset 进不了 应该才是四大神族 还真是四大神族啊 新赛季轻松打入韩服宗师也是吉姆实力的证明 他也是本次NGF中高居第一档次的选手 夺冠热门机 呃应该说我们本次比赛其实三十二选手嘛 是分四档次 就效仿世界杯的一个抽签仪式 就是分成四个档次 各在八个小组 以确保每个小组有一二三四 各一名队员 是的 这样的话小组赛相对来说啊 就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些强强对抗死亡之组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就搞到以后的比赛会更加精彩 对 然后那个可能有些观众问这档次怎么分出来的 我们是根据 就是以往PRO以及一些世界性WCGNX 世界性比赛的一些战绩 一个成绩 来分成一个这么一个ABCD 四个档次的 然后再看看CLC 请看一下那个今天第一场比赛WP吧 和吉姆的 WP是天鹿战队的主力人组 在各个赛事都有着交高的出镜率 只是用出镜率 有点寒扯 那个在PSTL上也是参加了十余场比赛 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 TVZ更是三胜一负取得了75%的胜率 虽然还称不上大牌 但是总体而言是一位实力非常过硬的选手 WP虽然不算是大牌 但是他算是大神 他在天鹿战队呢 就是处于那种独树一帜的人 就是队员在练习的时候会发现 王鹏就WP不在了 干嘛去了 发现他在楼底下公园里溜达 一个人 是吗 他经常会做出这样的一些出人欲料的一些举动 然后第一场比赛我们还是介绍两位选手 一个是吉姆 一个是先是跟Forever打 CLC战就Forever我们看一下 也是一名新生代神族18岁的小将 看来从年龄上面 也就是说当Forever两岁的时候 他可以一屁股坐死吉姆 是吧 三岁时候也可以坐死一岁的他 18岁的小将代替CLC King 也就是我们的浩南 参加了本次NGF的赛事 对他的实力我们都还一无所知 但是既然能被浩南所信任 想必实力也不容小觑 好的那么今天其实是我们的四大神族之一 来一世Forever小将的身手 同样也是一位神族选手 是的 第一场就要打一场PVP了 好的那么询问一下两位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 今天一时同时也是在我们PUA的官方网站上 3W应该说BBS.PL.CN 在星期正半二这个版中开了直播互动讨论点 观众只要回铁但是不要灌水 回铁就只会可以获得我们的三张高清欧比卡的一个抽奖 然后呢最近刚刚得到消息 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些比较给力的一些奖品 具体呢待会在我们的广告片当中会给大家 应该就属于那种实物奖品 对 好的选手已经准备就事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加油 加油 今天是我们B组的第一场的比赛 红色的身座是来自天鹿俱乐部的小将吉姆 16岁 他的对手呢 还提到皇家胜利者夏之飞 就是CRC的Forever 18岁 18岁对16岁 这一上来就开始打打心理战了 也不过确实也不过说话说话也说回来了 因为18岁的少年对着一位16岁的少年说 求求你放过我吧 这样我们两个一个28岁和26岁的青年 是吧 请可以看 你承认你自己26岁吗 奔四的人了 现在都不好意思说26岁 好 同族对抗 看看两位选手有什么变化 这个打得很寂静啊 弗娃娃那边是已经放下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看差了 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冰营 但是一把行空加速之后啊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12农民造逼技 这要比13农民造逼技要晚一个农民 是 那这样的话他的第二把行空加速啊 就要慢那么一点 对他等一下 四也不愧是神经高手 然后之前有些消息灵通的观众可能知道 前段时间呢 吉姆是在PRO的泰昌基地 给大家做了一些 录了一些节目 教学节目 那其中PVP他当时教给我们的就是他的成名绝技 4BG Rush 4BG Rush 然后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了4BG Rush的一些要领 那随后过段时间我们也会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他的这些经验之谈 然后负责剪辑的是PRO的一位新人 也是从我们广大的PRO论坛上面的水友们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位水友 他是星期生八二国服大师组的水平 然后他说因为这个节目是他负责来剪的嘛 剪完之后他说确实对他的成长 这个很有帮助 就剪完之后发现自己打通人多二卖了 对感觉至少是忠实的 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可信度我不知道 他说 青铜组的玩家看了玩这些节目 把这些要领记下来 他至少可以上大师 他可以说到这种程度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一下GIM 给大家交的4BG的一些要领 我们注意看那边双方是探路出现了一些分歧 这边的话第一点就探到了 而另外一边Forever非常的悲催 最后一点才探到 全力给自己第一个BG 新空加速 而且还给了控制核心加速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局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 双BG 它是防对手的4BG 用双BG开局 点掉 关键是我们待会看看这边 第二个情况 看一下GIM的视角 有没有看到对手是家里什么样一个发展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拼的 一般 全方流量 对 再放下自己的第三个兵营 和第四个吗 第四个应该不放 应该要放的 现在放四个兵营 好还是真的放了 我们看一下 毕竟相对来说 实力和明确 我们看一下农民数量 二三个农民 而且它挺农民的 PVP这个前期农民控制相当的重要 这边是补到了三个兵营 这么算下来 其实控制核心的开门速度 两边差不多 反而GIM这边还快点 双方的小细节呢 其实都是不错的 确保了一个pilot可以支撑两个兵营 而并不是像相对来说新手玩家会 经常会这样的一个误区 就是一个pilot 旁边四个兵营 被对手点掉之后就干掉了 这个水晶的支持效率很高 是吧 好 六分十二们才开了星空门 这边是星空门也已经开了 在GIM这边由于是双气 所以它的哨兵数量很足 那现在看起来感觉像是单矿打法 GIM这边的话就是双气矿的哨兵压一下 这是什么是VR吗 VR机械台 好 这边两个 对对对 刚才守在路口 对守在路口 禁止对手的侦察 好 现在其实对于我们看一下Forever 他也不知道GIM是开不开分框 他所看到的东西只是对方是双并应开局 只有两个并应 对 而且还没有看到二气 对 这个讯息啊 非常的关键 他输漏掉了 你感觉两个人都是单矿都不太不太敢冒进 也不敢开分框 由于是第一局嘛 好 这边也想看有没有开分框 能看一下Forever知名选手的手速如何吗 对 我们看一下手速 毕竟是新人嘛 哦 还是比GIM要快的 哦 这是我们的有效操作 大家来看一下EPM 就是废操作 废操作 两个人废操作都不少 但是可见啊 这个Forever知名选手的手速确实相当了得 废操作300 有潜质 然后有有效操作是200 就是100多一点 对100多一点 所以他加在一起应该是有300朝上了 好 第一步想要进攻 这边视野可以看到即使退 我们看看部队价值1400比800 对 毕竟对手就是GIM是已经放下了基地 对 而且他的VR也更早一点 科技更快一点 但是正面边境上面可能有点弱 好的 这一个水晶一拍也就意味着Forever准备要正式进攻了 看到你开二框 你开二框 我没开二框 可想要是正面部队的价值肯定是我比你高 这个我关心的是Forever这名选手 他的VR里面有没有造出不朽 或者说是其他的 他是选择放弃不朽这个科技 直接出巨像 但是这个时间确实实是有点慢的 我们看到GIM他是四个哨兵 如果配合着全力行动加速生产出来的不朽者的话 相信等到对手的追上来的时候 应该没什么机会 你看现在打的时候部队价值已经追上来了 对 现在看GIM的一场操作 这隔得不错 但是GIM隔的也是非常的好 不朽者看着不朽者 有一个不朽 大家都有个不朽 但这边有两个不朽啊 我们看凤雅瓦的后面的两个GIM和若干龙西 被完全隔在后面的 自己的第一个不朽者是交代在这里 而GIM的话还是两个不朽 在操作方面还GIM稍微更好一点 是的 刷龙兵啊 现在不能 现在看上部队价值 直接就GIM更多了 他开二矿去了 开二矿的话 那直接就把这个经济劣势 这个苦口直接吞下来 就是我忍了 但是他现在虽然经济非常的落后 但是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微避科技 他的局限是要比对手是要快的 他可以利用局限的一个 甚至快不了多少 GIM的这个运营案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刚刚看上去还是1000多比800 感觉部队很有优势 但是GIM刷一轮兵 通过在自己的立场的一个掩护之后 马上就把这个看上去的一个劣势 给搬回来 这应该是蓝色的 我们Forever的叮当 那么至此呢 应该Forever这名选手啊 整场比赛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好的timing了 是 毕竟他现在经济科技啊 就是经济落后 科技并不太领先 这差两倍多呢 你就气矿吗 水晶也是啊 是的 气矿就更多了 水晶刚刚是才把农民拖过来 你看现在会好一些 我们看一下EU 35个农民比41个农民 他的主框农民比较多啊 这个应该是控制的还不错 还行 还差两个 还行 这样你刷冰刷下去 永远赶不上GIM的节奏 空间GIM也是非常快速的升级了自己的巨像的射程 Forever没有升呢 Forever看地界啊 已经在升 才开始升 所以说他现在科技反倒是落后于了对手 虽说他有两个巨像 但是GIM 第二个巨像应该马上也会出来 我觉得第一波进攻太重要了 但是 是没有被Forever抓到这个机会 Time其实有的 当时部队上面还是差不多的 如果他甚至说不等那个水晶造好 直接就上去 因为当时他部队多嘛 一千多价值嘛 而GIM才800多价值 其实还是差的 因为GIM两个不朽而是非常的关键 好 GIM要赶在这个巨像射程好的那一刹那 准备进攻一波 雪晶拍二续了 进攻的号就已经吹响 并赢的数量应该是五个以上吧 呃 七个了已经 啊 是六个并 已经是七个了 六个并加一个并 这边巨像好了 立场一格 Forever的巨像美好 Forever身边现在是有三个巨像 幸好是有数量的 最好不要再往下顶 等下自己的巨像射程 对 呃 还还多久啊 还有 还有很久 还有很久 50秒 所以这波很危险啊 这是别卡人口啊 你注意到现在姬姆有点卡人口的感觉 姬姆暂时退却了下去啊 刷一轮兵啊 还好还好没卡 那现在 有没有第三个巨像跟上啊 第三个巨像来了 但是正面应该是打了 六自己巨像的一个射程 哎呦 还有20秒呢 Forever自己的巨像 没有拉扯一下自己阵型 被对手的不朽和巨像 点得非常痛 这样的话 这两个巨像应该是要交战在这里吗 哎 我带走了 姬姆 没有去操作 去点啊 还是操作自己的不朽的点掉对手的 倒数第二个巨像 从农民到没有啊 巨像少农民不要太爽啊 这话就上了 农民你是在示弱啊 啊 这不朽打巨像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 这场交战打完之后 人口是92对44 嗯 看来18岁 两岁的时候 还是坐不死这16岁的少年 确实打不过16岁啊 关键第一波 他有点亏了 有 服务员还没放弃吗 不放弃不放弃 因为他现在军上升纹也好 哈哈哈哈 机器 机器 好的 恭喜我们的小将吉姆 先拔投筹 第一天导播被扣了三次工资 恭喜啊 你看了这个 广告感 啊 就是我们的 金甲虫二是吧 金甲虫二代 嗯 这个鼠标相比较 那个 狂战士价格便宜多了 是吧 平民价了 130元 哦呦 然后最近在那个淘宝店上买 在其他一些那个周边淘宝店上 据说三天卖了600个 这 这么疯狂 三天卖了600个 而且我们还没有太大的宣传 在在 当那个那家淘宝店比较有名啊 就每个淘宝店我就不说了 是的 嗯 而且那个最近这个PUA的淘宝店也马上就要上去了 非常的 130元的一个金甲虫二 嗯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检测一下 用您的肉身以来 仪式它的 仪式它的精身是吧 精身 好了 那么刚才那场比赛其实对于那个CLC的Forever来说 确实是学识的智慧吧 对 毕竟是第一次露面吧 感觉前期的开局虽然略有不同吧 大通小业 但关键是还是我们注意到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timing时间吧 至少它当时是1800左右的 还1600左右的一个水晶价值 应该说部队要比那个职母的多很多 但是职母当然很有可能就是他有一轮兵没刷 他刷出那轮兵之后可能就差不多了 然后当时记得Forever Mouse就等了这么一点时间 他想等这个水晶罩好 对啊 新刷一轮兵 新刷一轮兵 然后职母其实打的更加合理 对 因为他自己利用前期双气的一个优势 他优先刷出四个哨兵 然后一直把这个能量积攒的 他至少是有八个立场 对 然后两个不朽者出来之后 立场一格利用自己的不朽的一个特性吧 就巧妙的痛击对手的决裂者 是的 然后这个相当于来说 打完之后就完全不成一个对一个正比的一个损失了 对 而且当时感觉吉姆的小操作也要 在那个交战的时候也要比Forever好那么一点点 既然挡住了第一波 又是双框很早的放下去 经济上绝对优势 对 科技上也逐渐就追上来了 后面一波打打掉 在在情理之中 所以总的来说 还是我们的Forever在这个进攻的功力方面 还是稍稍差了一点点 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个负责战 对 你说是最终战 对 还有一次机会 当然今天肯定是要死两个人的 那么待会我们马上给大家的是 这个第二组的比赛 那么第二组的比赛 我们是看一下两位选手的个人资料 一位呢是来自听录的WP 之前是跟大家说的 这是TV队胜率75% 然后其他两个咱们就不看了 然后 Jim的宽尔姐这个是之前的Nose Nose Nose 全战起 胜率的话 作为一个新人应该也是不错的 因为上场不算太多 一个四成胜算 Nose 现在在拼命的走上坡路 而且自从加入橘母之乐部之后 感觉橘母的每一位选手都在实际上都有一个不错的提升 应该说最近这个包括F9 WT 看来在还有那个领队封校 在这个队里面啊 鞭策的还是比较有用的 特别还有一位选手 是前段时间我在那个去橘母之乐部的时候看到的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 什么上海什么四大那个 博塞棟是吧 上海四皇之首 那个 东本 对就博塞棟 东本 我进去 我对东本的第一个印象 我听到的第一句话跟F9对东本说的 你怎么又在打呀 该真打烈心劲啊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话 也报告想一下 当然东本其实 是训练比较刻苦 打的实在时间太长了 累了 所以调解一下 调解一下 所以也非常期待这次橘母俱乐部在我们本届 伟大游戏群运会上面的表现 当然了 这个WP应该说参加了 从我们第一届PST而就开始参加比赛 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最好成绩是中国战网邀请赛的全国四强 这个比赛你还记得吧 就是在上海的那个 牛肯是亚军 对 对吧 然后那次那个 那个 丁老板 丁老板 丁三十 穿着一条短裤 穿个发裤衩 发裤衩 我觉得太不正什么人了 搬砖策子吧 那个照片 就在我桌面上 我微博里 你也有 所以那次比赛应该说是整个国服战网上面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来进行的一次最终的较量 应该说WP在那次比赛线下 特别线下比赛当中也是表现还不错的 没错 是的 然后之后呢就稍稍有点沉寂了 这次看他是否能在令伟达游戏群晖上面可以熊起一把 那个勇气哥我们知道还是要念一下的 GYM的Collager勇气哥重足猩猩 PSTL上面GYM和IG战成3比30 勇气哥在S战中ZVZ战胜的IG尸瓜一夜成名 我记起来就是打赢尸瓜那场比赛 就是A次战最终战时候是吧 对 就是因为他打赢了尸瓜 然后最终又打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决战 双方一个是出WTT一个出尸瓜嘛 不然的话就是GYM就直接 对 就没有后面的那个最最最最最终的S战 对吧 一夜成兵带领GYM取得了巅峰对决中的胜利 不足之处是交织天路WP 比赛经验相对有所欠缺 既能赢尸瓜这样的顶尖强者 也能输给实力不如他的出身 就能扭堵 这评价觉得是好还是坏 然后 但我只想说能赢IG西瓜的人 国内真心数不出几个 您说的没错 今天就看这个WP能不能把这个 打赢西瓜的前总 诺总 诺总 也就是我们的勇气哥吧 考虑着可以把他的实力逼出来 好的 询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那么重复一下我们这次比赛呢是 四位选手是打一个双半赛次的小组前两个 可以获得晋级16成的一个名额 今天的论坛现在是什么样如何 可以看一下吗 好我们趁这个空也是看一下论坛 观众们发的帖子吧 今天论坛的意思就是会送三张高清欧币卡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送一些实物奖品 类似这样的 什么叫类似啊 就比他甚至还有讲个更高的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有 所以关注我们NGF的游戏群一会 除了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比赛之外 还可以欣赏到两张了脸 还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金甲虫二 金甲虫二 等等 当然那个在路上说了 如果观众反响热烈的话 就是说想要这个鼠标的话 大家多上我们的论坛多发帖子 那么看到之后我们就下 就下几次吧 就开始抽点 但是如果观众觉得没什么兴趣不想要 那就算了 那就不发了 大家自己考虑着办 好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下 我们要联系一下这个诺主 联系一下选手 我们稍等片刻马上回来 其实是贵人啊 那个事情比较繁忙是吧 这个好像深居人就直接奔赴这个战场了 是吗 你待会儿这个打扫完战场之后 为什么要打扫战场 那个大家稍然无照 罗总说马上就到 这个小小批评一下 以后下次这个早点 早点准备 没事 咱们抽空一下看一下论坛 大伙对今天的比赛的一个反应 话对吧 全部收回都是你的夸 你夸了干嘛 当天我祝福你 对对对 好了那么看看我们观众朋友对于之前一场比赛的看法 之前有观众说这个节目还比较靠谱的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博彩又开始新弯起来了 一有比赛博彩就开始了 然后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越来越多的那个奖品 赠送给支持我们的观众们 当然了 其实最好的奖品是肯定是留在4月29号和4月30号的 之前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这个比赛的一些圈圈 那些视频 那个舞台布置啊 包括那些布景啊 一些包括邀请到那些演员啊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看的哎呀 非常的给力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以前都是看韩国和欧美 现场的比赛环境非常的热烈 是的 这次我们可以在中国上海可以同样感受这样的电子竞技的一次盛宴 所以如果您是上海或者上海周边地区的话 确实有福啊 你看我每次都说上海或者上海周边地区 是吧 顺带的把台仓也带了进去了 是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吧 是不是电子竞技的玩家的话 可以经常参加这样的线下的一些智慧吧 就是感觉有的论坛时有的都会抱怨 说为什么每次都在长三角不在珠三角呢 有观众说冰龙2第一感觉还不 您别记错了 我们这家金甲冲2 不是冰龙2 不是金甲冲2 摩西金甲冲2 摩西金甲冲2 那过段时间也是在我们PU的淘宝店上可以售卖了 那其他淘宝店相当不错 三天时间卖掉了600多钟 因为可能性价比比较好 比较好吧 应该说摩西狂战士虽然是鼠标中的 像电子经纪选手当中的极品 算是翘楚了 但是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有一点不趋于平民 然后这个专门针对咱们这些庶民量身定做的 屌丝跟富二代都差别了 那我你可杂瓜卖铁我得买给富二代的 是吧 高富帅的 我觉得这个既然叫金甲冲 其实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是吧 囤着金色是吧 对吧 很有道理 那金色太费钱了 估计得 不是就颜料囤一下 得140块钱 多加10块钱颜料费 然后摸完之后一手金子 是吧 好的 182的观众叫吴灵 他说Cology加油干就WP 应该说两位选手WP的诚挚和经验更老道一点 但是从人气方面Cology好像更好一点 是吧 因为Nozon前段时间一些学友赛平常参加 成绩相当不错 再加上之前所提到的 战胜西瓜的一场 PST而终绝赛 对 那次关注最特别高 然后呢 IG俱乐部和Dream俱乐部 两支国内最大牌的俱乐部 一个颠纷队 对 当时我们Cology就是 他好像是最后一个人 对 Dream最后一个人 而且名次和实力相对是最弱的 最弱的一个 遇到的就是IG俱乐部名次 实力最强的西瓜 在这么一个重压之下 战胜西瓜 给自己俱乐部 带来了一线的生机 最后是Dream俱乐部的WTT 最后一击干掉的IG 那场比赛特别的经典 还有观众说 那个 能不能不要迟到 这个 希望这句话他能听出来 还有观众说 真的有鼠标吗 您没错 您说的没错 可能这位是一个PIO的新观众 对 在从BETA版时期 几几年 10年 2010年 4月份 到现在2012年 快4月份 快4月份 两年了呀 两年时间我们送出了多少奖品 对不对 无数的奖品送给了我们的观众 送出去了 鼠标要绕起来 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差不多吧 连鼠标线一起穿在一起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抽奖 是一个中心包 但是我们之前的 GSO 3月3号 GSO总决赛 当时东拉乌对抗 Ginis 这场比赛也是 我们在PIO论坛 也是做了一个直播互动 今天会给 在那个直播互动节 抽取一个中心包 送给这位幸运的观众 所以说 加上中心包 各种奖品 加起来真的可以绕地球两圈 还有观众说 我顶劲 我是P 好 恭喜这位P名 现在中国貌似 神族玩家当中 神族玩家好像 还是蛮多的吧 神族玩家 应该还是最多 因为一开始 以前就是 累积数到最多 是的 然后人族玩家最少 这个其实和性比异 也是非常相似的 这我确实有点 有点 有点纳闷 为什么韩国就是 相对人说最顶尖的那些 他们就是 人族最多的 技术 技术最好 然后神族其实是最差的 到我们国内来 就是反过来的 是 中国人不太适合玩人族 我这边高富帅 开始用高科技的 诶 问一下这什么情况 哪来的 浩南的 谁信呢 就知道 浩南的不会在上面 贴个Hello Kitty 还有观众提建 来个大混战吧 换阵的话可能以后 我们一起表演赛 或者是我们 我们乔斯杰主持的这个 嗯 类似这些水友赛 木发天机啊 木发天机 或者天机水友赛啊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 互动一下 好了 这边千呼万唤啊 哇 NOTO你终于拉完了吗 终于使出来了吗 好 那么 按照规矩啊 我也希望两位 就可以打出竞赛比赛 NOTO第一只 我看好你哦 好 选手已经准备就是了 我们进入比赛 加油 这 WP的愤奴明还确实 比有一番风味啊 比吉姆还奇葩 哈哈 吉姆是拖两次啊 嗯 但是 WP这边是直接拖了三次 手快手快嘛 好 红车的人数就是来自 天鹿俱乐部的WP WP 而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 7点中的蓝色热格 呃 原这个ETT战队 现在是GYM职业俱乐部的NOTO 两人 两位小小其实说实话 在实力方面呢 我现在呢 是觉得NOTO要更强一点 因为 这个 俱乐部也有一些因素吧 嗯 像NOTO在GYM俱乐部得到了 9-1的清点啊 是吧 平时和LOP啊 会练习ZBT 对 所以各方面实力加强的很快的 而反观天鹿俱乐部最近也是 前段时间 有点动荡啊 是的 是吧 内行人大家都知道有点动荡 对于选手来说 包括 吉姆啊 油恨啊 WP啊 嗯 都是有点影响的 应该说影响不是一点两点 不管怎么说啊 我觉得中国星期要慢慢走上坡路吧 只要是走上坡路 总会是一个好的一种 趋势啊 又是ZBT了啊 我最喜欢看ZBT 颇有心得 最近ZBT 又有研究 沿袭出来哪些心得 给大伙分享一下吧 嗯 你先看双方选手的开局啊 因为现在我其实 最得意吧 也相对有点苦恼的就是 你裸霜开局吗 大胆 哎呦 果然高富帅啊 那边也是 从这裸霜 很正常是吧 这是屌丝 人这裸霜你就是高富帅了 观众朋友也可以谈谈你 如果是人独玩家的话 谈谈你对于裸霜那些心得啊 在那里面上发出来 达了个兵营 大家地宝是肯定要造的 而且在侦察方面肯定 哇这边是零侦察 这WPC你有点赌命啊 对啊 对手万一直接实地 你不是糟了吗 是啊 这真的是属于赌命流啊 哦 被一个挪命影响了 没血了 五地鞋 哦还是跑了 啊是对焊的 我这根本也没血了四地鞋 一个五地鞋一个四地鞋 对我说的 本来人肯定回嘴咬他一口啊 发现一笔有多一地鞋 那算了就怂了 其实不知道 其实无所谓的 两个人打的都已经半斤半的 快不行了 算了都不打了 那这场较量不白打了 好 这边也是发现了对手 是一个裸霜开局 看看这位充足是否能够忍得下这口气 那前期要么狂补农民吧 对啊 要不然的话就直接放下三地鞋 这六点钟 啊 看来罗组是忍了 如果不忍的话就直接双气放下 独包虫槽 准备A上去了 好 地宝找个地宝 不过 这个WP这种打法实在不推荐给我们庶民们啊 表示们不太适合打这种战术 对对对 太堵了 哇 直接就往科技上拍 你这经济也要科技也要 这偷成什么样了 真的偷成什么样了 这两个枪笔 他不知道第三个枪笔你信不信 待会我们看一下他抓不到第三个枪笔 这两个枪笔你就觉得再满了 已经很火了是吧 这两个枪笔比较胖 进去就满了 好 不过Nozon觉得还是可能会开三框 啊 还有五个地宝 这我想采访一下 果然是爱琼丑啊 但是呢 这我想采访一下 你看他真的直播两个弄 两个枪笔 往科技上判 这边放的W附件 那这样的话两边会交换一下 进去了吗 进不去 但是已经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视野 看到这中工厂 我还看不到 只看到一个副主键 W附件 反应对 像这种开局 我在 我也遇到过 他这么一换之后 对吧 可能会给重租一个假象 就是W附件火车过来 但是重租可能会 纳闷的是 他怎么还不过来 就差不多相当于 一般这个双倍火车开局 第三第四个喷火车出来的时候的 到你家时候的那个时间段 所以会给重租造成一点假象的 不过之前因为这个 诺总是农民探路的 所以就知道了对手 是裸霜之后的一个 初双倍火车 如果 之前没有探路成功的话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错觉 好 火车再去压 我们看看 哇这边第三个基地 是在这个路口 形成这么一个建筑学 深二本 看来诺总的整体的 NVT思路是双方开局 深二本出废龙 这么一种打法 看看农民双方农民数量 虫族是44个农民 人族是补到了35个农民 不过他的科技经济 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哎呦 双VF呀 哇 双VF 三个比 这是 哦 它就是火车加农头哥的一波了 哦 火车杀你 轻甲单位小狗 光头哥杀你有可能的蟑螂 这边罗总的提速狗 还没 哎呦 还没升提速狗 才升 才升 才刚刚升 这个太慢了 这个太慢了 这就看我们的WP 能否抓多时间了 我们看看WP 唯一所固执的 哎呦 这边 你这还能够不是 这用不着升啊 对手 你如果打的时候 对手蟑螂数量并不会太多 而且 这就是打 就是打那一波 打完就行了 我觉得只要在对手提速狗 没完成之前进攻 就拿下了呀 你看罗总还在补农名呢 210号 方的独包冲巢 最主要是看一下 WP这边 它的火车的数量如何 必须得保证 它是拦火的吗 没升拦火 不会有拦火的 它保证有大概10个左右 甚至说不到的火车 其实就可以A了 这边的话 要不要躲开一下对手的视野 没有 直接来了 直接来了 看到了看到了 直接把王引上攻 狗素有了 狗素没有 我们看24条狗 狗素还没有 但是这把雷达一扫的话 这边进攻的时候 狗素马上好 这边进攻的话 我们看三框那边 其实还有些狗带绕了出去 哇 什么像包夹 好了 所以这个包夹啊 会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 马上好了 马上好了 还几秒钟 还要七秒钟 天哪 这太强了呀 这七秒钟有点强啊 这完了这一波就很难挡了呀 现在WP这波部队是聚成了一块 这些小狗 即使有提示 但是也不好打 我这火车 轻甲单位放后面 前面是顶重甲单位 火车有一个全力的输出 光头 골�о嘎作为一个肉ER 完全可爱 真实性iyee 好了 没有杜宝 tradicional 现在 现在无敌了 无敌了 后续又跟了上来 这样的话 那种没机会了 现在即使支持好了自己的杜宝 Foods 但没杜宝 Malon 这个换成非龙塔 孙好 主要 engineer 主要是龙咏的有一点多了 有点态口了 而且他狗素ично慢一点 如果毫常得好的话 刚才那波包夹其实还是其实可以起到点效果 二磷呢 新大涩的兵耳 再次杀到矿区进行涂农 我们看一下农历树的 我已经杀掉38个农民 WP重创了重组的经济 哪怕防住了重组也很难会听 好了公使我们的WP也是先把他投筹 战术性方面我们不用过多的一个评价了 作为重组玩家我就知道 他没有发誓补那最后一波农民 补了一波他觉得 我发誓下一波农民再吃我 再下一波农民 再下一波农民 结果悲剧了 当然他的狗速其实也是提的有点慢了 当时进攻时间你看像人族火车那么多了 而且是出了那么多光头 应该说光头加烹火车是最近一段时间 才开始进行兴起了一个蛮奇葩的一个战术 这个就是针对非顶尖的那种ZVT选手 这是非常好用的一招 就个人推荐 如果你在天梯上面大师以下的 你TVZ用这招 重组一般来说挡不住 所以你不会挡你不太会 对一般来说真的不好挡 你看到过的重组一般都怎么挡 我看到的都挡不住的 因为我看到的是浩南用这招打TVZ 然后我在CLT俱乐部的时候他就 这个哥有实力 这大战术确实是最新出来的一个蛮奇葩的一个战术 但如果当我刚才说的我的那个开局跟普通的重组不太有 因为NOTO是从上于两框升二本出飞龙 然后转小狗飞龙独豹 那时候飞龙塔刚刚好的时候出去开三框 是的 是这么一个节奏 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唯一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唯一二的东西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族的裸双开的timing时间 那个NOTO准备把握准 他可能觉得是人族正常开局的 所以说他把这个timing点算的靠后了一点 所以你看他前期狗说再找个十秒钟他来提的话 也就可能效果很不错 后面还有二个狗准备来包价了 二多补一两个地宝 那可能前期也会好很多 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 你靠猜测还不如就靠肉眼来侦查 侦查对 对你猜测的话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偏差 对 你直接去飞一个overload进行侦查的话 对手只有两个枪柄 你如果冒着两个枪柄炮火进行侦查的话 看到对手的病因区别 是有两个重工厂的和三个挂科技实验室的病因的 就会异常到 你就会异常到 我最近一个心得你知道什么 死房子 死房子 我以前是爱房子如命的一个人 最近房价滴下来了 对 那个overload 有的时候在天气上看到 那有人在打我overload 就不小心我往外飞嘛 然后他枪兵 高手枪兵 真的厉害 他会他就知道你的overload飞艇 然后来抓你 我为了保住我那个overload 我打字求人家 大哥放过我这个overload吧 我们认真打好不好 我是一个爱overload如此的一个人 但最近我得出心得 死一个 死一个 差不多 六分钟 如果双框开局的话是七分钟进去 应该偏一点 然后单框开局的话是六分钟进去 这是我的个人这个心得 我写在自己的死亡笔记上 回头有智慧 等我死了之后 在衣服当中跟大家分享 这边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观众说的 229楼的观众 叫做Loveh 他说龙哥祝福在线神威啊 我都不想提这东西 还有呢后面有的呢 231楼的叫李扬 他说 劳总直接被龙哥交代了 完了完了 龙哥都看好你了 二龙竟然念到回帖了 这个就不说了 嗯还有说那个龙哥祝福了劳总 二龙发功了 劳总悲剧了 还有观众说那个 龙哥你怎么能这么喊呢 我的UB啊 反正后面基本上都是 观众们对于劳总 龙哥光环的一个 鹰霸之初的一个阐述啊 对啊 你看有 还有观众不信邪 242的观众 他说 劳总肩负起了 打败龙哥光环的 兼具任务 好的 那么恭喜你 你的任务失败了 因为祝福他健康 敢跟龙哥做的 开玩笑 那个说起这个二龙光环 我也私信一下 个人宣传一下 最近我也是开了一个个人粉丝群 名字叫做神龙教 最近是开了第三个 这个荡漾群 威武群 第三个是霸士群 刚刚在这个直播当中 应该会有字幕出来 如果您这个幸福本教的话 欢迎加群 是神龙教是吧 神龙教 因为 因为本来还有个名字叫做 二龙门客栈 在二龙门客栈 但我估计大家都会叫我什么 电脚二的 电脚二的 那算了 你不是三个群吗 你是什么神龙教 二群就在二龙门客栈 不是 我现在是 威武群 霸气群 荡漾群 这是新开的一个群 因为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群 所以平时主要是跟大家聊聊天 我每天呢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群里面 跟大家喉两嗓子 当然可能不能24小时在线 那么也有一个总谈地址 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朋友 最后可以到我们bbs.p2.4n 在下面有一个叫做二龙教 神龙教 是一个版区 大家可以这个 就是每天跟我那个聊天打屁 乔思杰什么时候也开个群 那我得想个叫什么名字 叫 叫神龙驾吧 你瞧帮主啊 盖帮主 盖帮是吧 那怕没人去了 盖帮不行 盖帮已经被小米一天拿着了 啊 小米是赞 他为什么盖帮 他说他是盖帮 他那个 财富美是吧 我们这种 有私人 幸福 幸奥隆 德永生 加入神教 好吗 嗯 好的 那个我们先回到比赛中了啊 刚才胜泽已经打出来了 分别是我们的 吉姆和那个 WP 是队友啊 真的被你说中了 有可能这两位队友双双出现 手拉手携手出现啊 是的 当然我刚刚其实大家得注意到 我只祝福了罗总第一局 我说第一局我看好了 后面我就不说了啊 因为我们跟这个 Gym之乐部爷爷 也是一个不错的关系 所以希望你这个后面的比赛好好打 罗总 不要放在心上啊 以后大家还是朋友啊 那吉姆和WP 你要祝福谁 这个我就不祝福 反正对一个队的 无所谓 手机都是肉 以后谁知道我就祝福谁 好吧 我们不能用比赛赛制说 规定其他人必须得扣一分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手段 让你少一分 对 好 我们现在这个 第一番的话 为什么WP还没进来 好 WP迟到了 WP谁了吗 赶紧祝福他 是吗 祝福他祝福 他重启电了 财队很高兴 谁要让他重启电了 祝福他祝福他 直接快点 趁这智慧我们多论论 在观众的帖子 观众也好不容易 这个终于等到我们PO直播了 这确实是奉快想念 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3801楼的观众说 全力优秀龙哥 赞功力等WCG总决赛在用 也算为国争光 今天WCG是在中国的昆山 昆山明年也是 在中国的土地上 想要夺冠 没这么容易 我跟你说 好 你看302楼的观众是内好人 罗总基本也没啥侦查 确实 刚才思叶提到 是的 就说 一是你们要飘房的 进去看一眼 二是你哪怕路口放条狗 可能也好 当然可能罗总会说 我放条狗 很多人被他在外面游走的那个火车 火车砸弹 那我们记得 为什么我在我的死亡笔记上是写着 在塔塔利圣坛上面 房子一开始飞 是顺时针来飞 因为你会发现 每次你顺时针飞的时候 会在对方二矿和三矿中间 有一块高地 你还记得吗 二矿和三矿中间 会动一下吗 有块高地 一般这个高地就是房子的栖身之所 就是对手如果没有一个空中的一个建筑 或者有视野的话 是根本是看不到你这个房子的 对 更加打不到你的房子 那那个房子停在那个位置 就完全可以看到对手出门的那一瞬间 是的 所以大家记住 最好在比赛的这个抽个时间 可以想办法让房子飞到那个位置上 也算是比较好的一种侦察吧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地图 那个叫什么来着 最终的一张新的一张天地地图 其实有很多地图 都会在对方的风光或者三矿处 有一个视角的一个盲区 对 就是空中单位是这样的盲区 可以让你的房子飞快 当然 包括破碎什么样 那个地图中央的两块 你记得吗 对对对 就是像这样的地方 当然有 现在人租也越来越坏了 有些人租 甚至啊 他会愿意飞起一个濒营 探出事业 把你的房子干掉 哎呀 这个太坏了 但可想而知啊 重组如果在那边 放一个房子的话 对于人租来说是多恶心的一件事情 人租会很难受的 好了 这位感谢这位观众叫做LXWC FAU 这位刘川芬同学 说他也确实内行人了 一看就看出了Nodon的一些不足 那其实Nodon也可以上我们的Pillow的论坛 就多看看选手 观众们一些比赛的看法 给大家意见和建议 嗯 还有观众说龙哥加油 我家什么友人 你给选手加油吧 好了 WP这边的话 应该也是重启完毕 再次询问一下 二位选手是否可以准备开始 嗯 好了 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我们期待今天这一场胜者组的比赛 加油 第一个出现的到底是谁 再次询问一下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2012英伟达游戏群英会 NGF星期二项目的B组的 这是应该是胜者战 三局了吧 对 今天呢这场比赛也要决出 本次2012游戏群英会的第一个出现选手 那么不管是谁啊 对于天鹿来说都是赢家 至少十六强会有一个天鹿的名额 而且好像这个名额不会跟日本选手打 是吧 好像是A2 B1打日本选手 那就是这一小组的第二名和 这是B组 好像是第一名 就B1和A2打日本选手 待会详情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十六强的竞技名单 因为这次这个四位日本武士已经挑中了 为什么要叫日本武士 挑中了我们八位中国八强的 挑中四位八强的中国勇士 所以名次呢就是那个顺序已经定好了 我们所有的抽签全部是宣宣和乔四爷在直播当中抽出来的 所以保证的公平公正 当然了可能被抽中的这个中国勇士啊 就是未必说多打一场是坏事 对有的是本着为国争光的一个概念 关于是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 万一这个倚战会有和这个日本选手勾搭 不是就要联系上了是吧 然后关系好了 说不定啊 还能做一个福利啊什么 哇 直接赌 哎不 什么 你别这样啊 哈哈哈哈 哇 故意的故意的故意的 这样的话这个农民肯定是在里面 哎 WP 大费的苦心啊 哎 坏了 这为了要和日本选手决战是吧 这我们观众可以在论坛上发帖拆一拆 WP 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 还是 这么做事 为什么呢 不 他这边放了一个胚子 目的应该是我们的堵入口吧 对 但是这个房子又是 落下了 嗯 百思不得 其解 解 好 那么侦查到对手的吉姆 心里应该是也是比较有数的 现在三农民踩气 并且放下来控制核心 如果这边还不算不算气矿 看来是单兵营开二矿啊 如果吉姆刚才看到WP打那个重组 弄走的话 可能能够拆出来吧 WP其实是因为喜欢偷矿的选手 哇 果然是单兵营开二矿 而且是照在疯狂处的 太大胆了 这毫无顾忌 你就是不拿这个吉姆当位成年 我们看吉姆是不是病啊 好 星空加速了 兵营身上 没卡人口 没卡没卡 兵营得到这儿 先去火力侦查一下 也试探一下对手的精良 看有没有智慧可以贪钱小便宜 因为前期对于人足来说能动的 也就是几个枪柄而已 对 我们看看吉姆啊 看样子是想开矿了 对 开矿 正面我们看一下 我这地方还没跑 对可以占便宜 可以占这便宜 哎呦 大PMP这个操作 哎呦 哥哥 如果是我的话 一百块 进去就是进不去的 对手的房子 哎呦 你听我说啊 哪怕你房子分起来 我把追猎者放这里 你出来个枪柄被我打几下 你这个出来也没用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在这边 甚至可以有机会把你这个造基地的农民点掉 那就好玩了 脱农民其实会更好一些 不过 人做脱农民 对 那也伤经济啊 我就用牺牲一个追猎者的代价嘛 呃 不 因为神族他是现在开矿的 他前期这个追猎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得保存 对 所以你要用ZLOT换对手的枪柄 那是赚的 你用追猎来换 那就亏了 刚刚也是用100块换了对手150 也是占点小便宜 不过WP这个农民走得很好 也是侦察到对手开矿的意识 应该是走不掉了 好 打掉之后放下人家 正好封你的视野 打点出叮当来探你的肉身 我们看看现在WP家里面 单兵开矿转三兵 他科技完全都放弃了吗 暂时还没有 应该双弃了吧 双弃了 但是没有其他科技建筑 因为你有100区了 看上去是有点像复古的单兵开矿转三兵的战术 只不过这基地还是有点大胆 新红加速都是放在自己的基地身上 看来是强烈的开始出农民了 建造栏当中 吉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不出冰了 全力的造建筑和出农民 好 先刷几个哨兵 存点能量 强烈的话 一波事实的一个前压 赶下对手的 开瞭望塔的追猎者 好 操作 这就别操作了 对 看吉姆有没有闲心雅致 理论上射程是追猎者要占优的 多一个 这个时候如果是一打一躁的话就好玩了 一个人操作追猎者拼命的去打掉这个枪兵 说起这个最近比较火的RPG游戏 司爷前段时间玩了 星际争霸大师 你过完了没有 因为我们是在直播过程当中 这个条件你也知道的 然后时间也有限 我们就是设定了一个小时 我们打到了大概是30局左右 一共40局是吧 一个小时达30局 那也不错 反正我也满费时间 重复还好 人足特别的麻烦 我就问你过了吗 说出来怕吓死你 好 那如果是有经验的话 对于单兵开矿权三兵 这样的战术 一些time时间点应该是了而如长 不过现在已经是有叮当看到的 在眼皮底下的 就方便多了 我们看看建造栏当中吉姆在想些什么 吉姆是双蝙蝠准没个深攻防了 现在是补到46个农民 人足是41个农民 哇123456 好的双蝙蝠 上边换一 12345加上6个 6并加一个VR 前期出兵速度已经是不虚于人足了 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前期的这几波正面对抗的话 吉姆是凶弱成足的 关键是可能这场比赛会打到三框的时候会有一个转折点 对这场呢应该会很好看 两个选手呢都很了解 所以没有太多压力 好人足这边我们看他的等什么 等星星之后盾牌 但盾牌还有大概80秒左右 就等一下自己的运输机 然后就可以适时的打一下 对 估计不能等盾牌了 等盾牌的话 神足什么兵都出来了 现在大量的都是少兵为主 主要靠一个带头大哥不休息来做撑场面 怂不怂 这雷达应该是看到对手的波纹了 对 走头双蟹 打一个双蟹 这还小强硬了 但是你飞好一点吗 看到了那这边呢 分框分框 主要是分框 这边是你就是主 已经开胖了 打个龙米走 打个龙米走 你飞了那么多操作就占一个龙米 挺好的 挺好的 走米不转好吧 这太对不起你那么多操作了 走米不转好了 友荆的操作发展进去可能也就转回来了 然后他也耗掉对手75能量 对不对 一个保护状吧 加上75能量就不一样了就转了是吧 人族家里面看一下 这是第三个基地吧 好准备开三框 这倒是一个不错选择 因为现在正面已经拿神足没有什么特别大办法来 包括这个盾牌仔看到了对手的兵数量 就尴尬了 还想再投 枪投就没意思了 你看吉姆这边正在做的很到位 但是但是 但是应该是知道了 应该是知道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现在过来他不动了 不好啥 人家跟着了呀 跟随了 正面正面正面 正面也没机会的 正面是阳攻 双线 双线 两框空投 又占了几个小 但你接走了呀 打掉了对手的一个追猎者 为什么不接呢 三线进攻 关键三线进攻又忙不过来了 哦 点对了一个追向 这个追向打掉 这个追向打掉 没点掉 没点掉吧 这里 哇 吉姆防得很好啊 三线全防住了 虽然看上去不是特别势力 但是也确实同时在进攻了 嗯 吉姆这边分兵确实很有一套 三个有老特加两个追猎者 也确实的主况不需要特别多的兵 WP家里面发展了 稍微慢一点 刚刚的出具的三个围巾啊 估计想找对手破绽 刚刚有个具象嘛 没写的 对 也许事实可以考虑空投一下 把对手部队拉扯开 然后再用围巾来防风筹 哎呦 这个没能没上呀 而且没血啊 哎呦 那个 要不把那个脱掉 人家回血都回满了 人家回满了回满了 对 这个部队还是有点虚的 看到那么多部队三框 慢点放下去 先 哈哈哈哈 你这嘴巴抽我的 慢点放下去哥哥 以你这样的人布丁 部队不太够看 不看部队价值比 当然他三框他不放里面 好像放12点了 对 放12点倒不错 哎 这是可以理解 但实际上有点虚啊 我看部队价值三千九比三千七 两框空投了 神组二框 神组神组神组 二框 对对对 我这个刚才没血的 对 好 你这现传兵打不过 嗯 吉姆百命也有一输啊 哎 借走了就完了 追猎者补一刀就完了 嗯 烧死你血 哎 这完了完了 惦记着了 好 那个 他应该要交代到这里了 嗯 能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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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没忙过来 他在操作主力部队 现在主力部队正面 还是有点压迫感的 一攻一防的部队 看看人座这边 也是一攻一防 但部队感觉零零散散 嗯 有没有ghost呢 我们待会看一下 还没有好像 哎呦 没了没了 点掉了 这边是点掉那个音速记的 开三框 那是吉姆这盘打得有点保守 有点稳 三个巨像 他可能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的围巾 三个巨像射程都撑好了是吧 对 我这边撒了一把雷达 没有抓到对手的冰灯 四个巨像了 有点凶了 现在围巾数量估计必须得12架左右 有吗 看一下围巾数量 十个 十个 应该后面还会有 勉强吧 你十个围巾打四个巨像 也得打好几轮 这好几轮 那四个巨像的攻击速度很凶的 现在wp就是不敢打 毕竟他要稳估自己的三框的防御 好 这边是双段路深攻防 也飞 也比较快的 这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高科技建筑 闪烁 Blink 有出那个吗 文献馆吗 VT是吧 VT 好像貌似还没有出 他还没那么气 他三期才刚刚放下 wp前期虽然进攻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至少也把自己三框文献偷偷开出来 好这边两团兵的空头很要命 弄得小便宜走人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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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操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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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是如果刚才那两串艺术机把神族主要组织清潮到这里 然后第一时间打三框的话可以秒掉三框 秒掉三框安全走人对吧 这是主要协同的问题 双方人口已经达到了185比184 真正的大战一触即发 简把弩张两攻两防二 而神族的边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攻防情况也是两攻两防 但是马上就要三攻三防了 对马上三攻三防 那吉姆的话应该是要等自己三攻三防那个timing 两边都不太敢啊 哦看有VT了就是银河白条了 哦呦好利用一下这个地形占点便宜 好的这个纷争放的太漂亮了 然后这是金姆第一视角啊 利用这个布林卡来占点便宜 这边要打吗 由于没有ghost呀 不过WP他阵型确实不是很好 而且他正在等ghost 关键是等ghost加入 我们看这没有造吗 升级是升级的能量的 但是人呢 现在再不出来 待会儿出来就晚了呀 待会儿就你一个人出来去打仗了 他现在也出也出不来 因为人口快满了 190队200将近200人和一个对拼 攻防两攻两防神族 三攻三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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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攻击出去空投 这波会打上神族的 但是正命怎么办 正命一定是谁少住才行 正命少的可是三川兵啊 对除非这边顶一个行星要赛 这就是 你还走啊 围巾 30度人口往后拉一下往后拉一下 有感觉这波不对劲啊 两边开始打双线了 这边投下去 WP 正面正面 看下正面 哦 大量的ghost啊 进了对手的身 三攻三防了 这个还不是星星要赛 围巾哪去了 围巾哪去了 围巾哪 围巾哪 这边秒掉了吗 我小心都不方便看 这边就投下去了 打完之后呢 180打100人口 这边只能拆拆建筑啊 这只能拆建筑了 只能伤其体系 哦 如果W 准备得快一点 要直到黄龙 有一波兵是回救了 我们看看 哦 分血ZR的回救 这波兵也不够啊 这有点少了 这边 不过他有几次 回救小兵 又刷了这边 对啊 这可以守住的 然后同时 WP家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硬上的话 机会还是非常大 所以这场比赛目前来看 机姆非常的有机会 直到黄龙了 哎呦 本来正面就有点虚神足 但是那三拳运输机 确实是 是堵上性命的 再看那边 堵上性命的三拳运输机 哦 机姆真的很灵动啊 他 他不是用那个 机动性能更加好的 追猎者一个回防 因为直到追猎者 去回救打对手的 光泽哥打不过 他就用GLT 然后限刷GLT 纯粹让他来防你的光泽哥 而且在这种猜对手 这个家里的时候 是远程工具单位 要更好一点 是的 GLT只能被对手的 建筑格来格去 GG 好的 恭喜我们的小郑姬姆 首先作为第一位挺进十六强 下我们的姬姆 对 作为我们第一位吧 本次英伟达2012游戏群移会的第一位出现的选手 嗯 那么WP也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现在虽然是掉进败者组了 那接下去他要打新呢 我们要看看下一场比赛 是我们之前的No总啊 嗯 对抗的是那个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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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败者组的比赛 Forever 你得加把劲啊 这个你的这条命可是啊 我们后能够让给你的啊 那又要再次祝福 再祝福 第二次祝福 以后再祝福的话 以后就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了 哈哈 罗总你懂的啊 下次别吃到就行了啊 这个 我们还是鼓励你的嘛 嗯 以后知错能感还是好孩子 好 看看论坛观众们一个一些回点 嗯 那个340的观众叫6588790啊 是位妹妹 他说三线漂亮 差点干掉一个巨像 嗯 三线确实 防的更漂亮 嗯 应该说防的更漂亮 对 你看 吉姆在各个点位都有 适当的兵 对 是吧 不多 但正好能够防住你的兵 不能 主抗呢 就是两三个Z2 配合两个追猎者 对 既防空又防地 然后分晃 吉兵点在那边 是的 包括打到后期200人口的时候 嗯 呃 吉姆对自己的一个主分晃的一个防御啊 都是做的相当到位 刚开始 嗯 刚开始我还说这个对方三纯运数 就那么多光头 你派那么点追猎 呃 这辆他好像不够 但是线刷了一轮兵就正好 线刷了一轮兵就正好 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就是WP细节没有做好的时候 嗯 就是你投下来之后啊 你优先点了嘛 你优先点Pilot 就支撑对手兵营的Pilot 你点掉了 对 对手就不会有的 不能刷兵有后续了 对 到时候你再点一些其他重要建筑 对 而且那个时候感觉你点兵是最差的 对 那么多兵不差你一个 对 不太快 然后关键性建筑的话 比如说 点VC嘛 你点了VC 所以人家升级好速度了 人家升级好 Blink了 你点VD的话 人家可以转VT 就是转这个点兵科技 你点VT的话人家走具象科技 所以这个非常难选择 如果有那个单性的 比如说那个 引刀那个建筑黑暗圣坦 那个你可以考虑点一下 点到最后 之后对方不能出那个引刀 这可以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就是四爷说的点Pilot 其实在大战的时候点Pilot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个人个人理解点Pilot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那时候科技已经全开了 就你点另外一个科技 人家走其他科技 所以也没办法 就你必须得点这个Pilot 那这个教训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神足玩家 以后Pilot 不要是一个Pilot 支持多个建筑 暂得开一点 对 还有关注也提到了 空投就证明 第一时间放下去坑爹 不过那次 蓝板人口三传兵 第一时间空投下去 也已经 转不回来了 对 也已经不能阻止这个小战吉姆 200人口正面的那波号角的势力 大战的时候呢 本来就是199人和他对手200 然后你少 你少了三传兵 就是少了这个30多人口 对 然后本来 然后你自己的部队里 也没有人告诉他 那些科技兵种 所以你很难和对手的高山夫一波 进行抗衡的 是 所以TVP在相识阶段 空投的时间选择 必须得深重考虑 吉姆说实话 在正面上面自行性确实非常重要 从头到尾就是我上去了 你就别想再出来了 就看着 那个人族节节的在那边往后退 感觉正面上 确实没有那股势力 可能也是因为没有高速的加入吧 他不敢大决战 好了那么这些比赛 我们暂时不多讨论了 关键是 恭喜吉姆 已经胜利晋级了 接下去要看其他三位选手的表现了 那么接下去是败者组的一场比赛 是我们的CLCForever对抗的是 Gym俱乐部的勇气哥 Corriger 好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进入败者组的比赛 加油 加油 好的欢迎收看二零一二 NGF星期蒸八二 游戏群运会 游戏群运会 今天是我们B组的败者组的比赛 红色的虫组是来自 Gym俱乐部的Corriger 勇气 刚刚决出了第一个出现选手是Gym 那这场比赛要决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了 这也有纪念意义 不免伤感 今天第一个好歹也站在第一了是吧 不求 童年童年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求流芳百世 但求一臭万年 PVP ZVP ZVP脑总很厉害 强项用的 看看重途的开局 这边是水晶探路 也是比较快的一种探路了 这个地图那是中间是没有环境框的 而且直接是对点 看了这个房子也就知道了 直接就知道对手的出身点位 二话不说 在二框处放下一个派人 先看一下 看到对手第二框都知道了 对手是一个经济流 如果 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用的 这边是14D 14D 14D农民放下雪石 我们采用的比赛版本是高科技的GS版本 所以这边有一个中立延时 中立补给站 哎呦 还干扰 你看手快是好 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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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费操作 Shift C Q Shift C Shift C 算了 270 280 神足 果然是一平高 我觉得跟小K有了一平 有了一平 小K也350左右 这个加在一起300上加上100 有400了 nice 这手速是快 这我觉得他必须要K快 你看 300的EPM APM应该是100多一点 切屏确实快 他那个切屏速度调得快 其实你看APM看他切屏速度 就是有个选项 就是你的移动滚屏速度 有多快 好 由于是14楼面放下的雪池 所以呢 不是 还不是最好的一种开矿方式 就是可以看出 Nordom的 这个开二矿 还是受到点影响的 西瓜的处理方法是 13楼面放下雪池 这样的话差不多 正好打掉这个水晶的时候 是正好是300 300 自己有300块钱 放下自己的二基地 那这样的话 每期明月 算自己不亏 但是刚才Nordom是超过300块钱的 诶 哥哥你得读个口吧 没有 直接让他出来就好了 好的 我说明 我们换一种视野来看这个星际正半 什么情况 再换另外一遍 丢个个 这是竖的 我现在第一次发现 我现在是把屏幕竖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正常 是萤幕竖过来 直接三开 还真三圍 很聪明 反正你小狗是没速度的 所以说我可以前压 有了这个 换过来 我脖子都扭了 是吗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也可以把 要么把自己的显示器 这个 对 斜过来 要么把你人斜过来 长了个纵子似的 我关键很多观众 只看过这个 低轻画质的星际正半 像我们这种高呼帅的 你换一遍 换一遍 就是换另外一个 你看这爪子 爪子在头顶上 是吧 眼睫毛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星际正半三的一次的比赛 是魔兽四好吧 是魔兽四吗 我从这边不能看 好了好了不跟大家开玩一下 好开局的话还不错 这是一个单兵营BOI开二矿的一个打法 这开局最早使用的是 中国最早使用的是WTT 单兵营开过 当时我们还大惊失色 你不想活了 哎呀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哪去了 退掉相机的 哪去了哪去了 哦 我知道了 身为重渡玩家 我可以了解 当时Node的心态 嗯 就他看到对手是一个惹到他加一个追猎者 就觉得对手有可能是压出来的 有可能会压出来的 所以他就赶紧推掉三基地 现在再炸走过去 但是经济上其实 有单挑 经济上其实是蛮亏的 对于充足来说 他不是第一时间放三基地的话 我们看这 这小匠真的很勇猛 你看 就是 勇着勇着把自己勇死 赶紧回去 他可能在他心目当中之前打那个 吉姆你还记得吧 嗯 考古先生说放过我吧 是不是 这个轻一点 嗯 在就是在他的眼中 Node总是个小牌 哦 吉姆才是大牌 你知道吗 现在还是两兵 断路还没升攻防 升级了幻象 又来一次啊 要注重侦查 但是他又造vs了 是吗 嗯 这 他幻象是作战需要 到时候变刷剧象里面 白色 不能提醒 这别操作了 没用了 好 赶紧说说在这里 有那么多少兵 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看介绍栏当中 哦 又补了第二个地堡 哦 这是第一个地堡 对啊 这我觉得有点偷啊 没事啊 他 他少兵多吗 他就真找到对手 是一个出阻的一个打法嘛 啊 之前有个剧烈者看到对手了 是吧 对 我们看农民数量 穷都现在补到了51个 神党是43个 现在生2本 37开采 神党现在不要 不要放缓自己出兵的速度 现在按照这个节奏 安时两矿哪怕7到8必0爆兵的话 有机会可以一波同死重组 因为我 从现在看出来 重组农民补的还是比较欢的 已经补到52个农民了 再补下去就有 我这边出的是飞机场去空 这样的话进攻节奏会拖慢了 VIA有发生了机械台 我觉得一旦这个VS没有被侦查到 这往往会出一个奇效 因为他升级了幻象 这个假的凤凰啊 对于重组来说 知道他是假的 所以打个心理战 觉得你这样升级凤凰的一个 这升级了一个幻象 就不会再有 出空军单位 对 我们看罗索现在几个女王就知道了 呃 四个女王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三矿 那还是多补了一个女王 那还是可以相互协同一下的 这个一个虚空加这么点部队 不够看啊 如果你要等到两个以上的虚空 可能会更好 哎呀还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等到两个以上虚空 然后可以在三矿这边做文章 因为三矿这边岩石可以充能 但是 已经找一个防空塔了 哎 你要充个能吧 最好 那我觉得没什么太为大机会了 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出虚空的神 我就特别高兴 防小量的空军单位 实在太轻 easy了 你要么一下子给我个惊喜 一下子出个两个虚空 或者是一个虚空 三个凤凰 给我点惊喜 你一个出来的话很显然是 对 关键是他一个之后带的是 对 你一个细的跟面条似的是吧 现在变粗了 让你让你打 两个虚空要 变粗了打了还是很疼的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防的防的防的小心 还有个虚空吗 赶紧快 赶紧快 两个还是打不过的 好 看压制一下自己开三矿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 现在主要是重组没有主力的对空单位 有的话他直接就A上去了 因为现在重组的张囊数量 绝对是远超对手的地面部队 没有造磁尸塔吧 我们看一下D键 刺尸塔没有造飞龙塔 现在诺终也没有持续的补农名了 哎呦 大兵已经开始出动了 他现在唯一进去就是对空 但是你出动应该没什么效果 对手虚空 两个 走一下口 看少兵立场了 这边 没什么问题 建筑学不错 还是可以的 但地面部队绝对不能跟重组应来 重组现在地面部队完胜神组 虚空你就不要没对了 这手为什么要进来 他要进主框 哎呦看有没有机会 没什么机会 不行 去分框摇 去分框摇 进主框了 正面正面看正面 正面 正面也突破了吗 还没突破 这波肥尔塔还是不错的 再刷少兵有立场吗 主框又浓民了解决 你果然失了呀 看正面看正面 果然看正面 哎呦还是被突破了 你虚空别操作呀 对呀虚空别别变在一起 现在冲了也都完毕了 但现在一直变在一起 不行 可以考虑下来了呀 你看他他都变在一号位置 同时自己的三框 被小狗应该要强行的咬掉了 嗯 这个多谢 这边 这边经验确实不够老道啊 不错 这已经不 只要三框能手下 那就手下手下 三框手下 其实就是 就应该有优势了 哎呦 没事 没事 钱还给你 我看看 刚刚补了农民 现在补到66个农民 正好是三框满复运作 现在双方其实都能接受 你人口数量的话 122对104 关键是基地保住的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对 基地没保住的话 神组很难打 试想一下 如果第一时间 这个不休者卡住位 不让小狗去咬主抗农民 对 效果会 这时候啊 其实优势就会在神组这边 但是目前来说 还算是一个军事 如果神组两个虚空 再不编队在一起 始终在打蟑螂的话 冲能完毕之后 不要太快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虚空的TS数目吧 7个蟑螂 这边是7个 一共是14个 当然也包括小狗在内 哇 飞龙来了 飞龙来了 就可以打多线了 我觉得 往往像弗二龙这样的年轻小将 在多线操作方面 临场总是会很乱 这波飞龙打的 应该是措手不及了 现在刚加上前面 小狗 小狗流进来了 又流进去了 刷线刷兵挡住吗 刷一个 不刷 不刷 不刷不刷 就是不刷 现在刷了 没卡到位 哎呦 那三矿的飞龙 配合正面来了 又把这个水晶点掉了 你该只造一个水晶的下场 不过这两个不得了 也没扣住 现在 虫竹和神兽换兵是虫竹最好的 好的消息 因为特别是平的小狗 对 飞龙保存 进出五块 好的 打得很灵动 还好还好 这边建筑还比较硬的 农民我们再看一下 使得这个 总共14个 但是后面一波接一波 哇 现在神兽感觉 哇 三块我爆出了 这边少地宝 啊 残耀基地 三块如果 现在已经乱掉了 五个两个三个地宝 现在已经乱掉了 我们可想而知 现在Forever 这个手速啊 哪怕再快 我们再看一下 A 这是有效操作 我们不看 效果得C 是吧 300多APM 但是 空在那边 操作 已经乱 乱的一锅粥了 现在看到的就是 皇后都来了 Forever的第一视角 就是有点头晕了 就是 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在操作什么了 嗯 家里面的建筑啊 全是黑的 对 现在只能是本能性的去那边 追拉追去 哎呦 你现在 现在我们看部队价值 神族是2900 重族是3000 呃 神族还不能出门 一出门不是被换家 就是正面被扛 小狗是零攻零防 我们看神族攻防 啊 两攻 打狗是蛮舒服 呦 文献管 哎 这已经 吃两千了 还不长 长两只 他 现在还不把那口堵了 叮当是看到了 这波部队怎么来挡 呃 还没哨兵 只有两个哨兵 不够看啊 你能把这三个兵子给 对啊 呵呵 你造两个水晶呢 飞龙去煮化了 拍了 就是就点拍了 他就就点拍了 呃 全部撕下 然后小狗小狗 全部撕下 哎呀 好了现在追烈速度也追不上了 这下飞龙我觉得无敌了一些 呃 哇 九十六条狗 二十四条飞龙 飞龙的攻防是零攻零防 哎呀 完了 神经这边只有八个决定者 刷不出来 没被赢 没被赢 刷不出来 现在二十二十二条飞龙不敌了 急进 急进 好的 那么 首先恭喜我们的CSForever 成为我们本届比赛第一位被淘汰的选手 其次恭喜我们的NO总 还有一次获胜的C位 好欢迎回来 那么再次恭喜Forever了 成为我们第一位被淘汰出的选手 也算是一个纪念意义吧 也非常的有礼貌 这个机器之后啊 打了一句NO总加油 然后NO总脱颖的服务确实加了这个油 对 然后也出现了 也出现了 跟大家说一个最新的带消息 刚才WP这个发来电 说是家里有特别重要的集社 那个实在是 实在是抱歉 不能进行接下去的比赛了 看来家里面真的是出什么大事情 是的 我们只能表示这个理解 很遗憾了 理解很遗憾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恭喜我们的NO总 顺利也出现到我们这个小组排名第二 竞技到我们16场比赛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 这个英伟达NGF新机真话2项目B组出现在了两个选手 一位是来自天路俱乐部的GYM 另外就是来自GYM俱乐部的NO总 很可惜啊 最后一局是不能欣赏到WP和NO总的一场比赛 那么以后应该还会有机会可以看到吧 刚刚结束场比赛 确实NO总展现出了不俗的ZVP的实力 PVD的实力 NO总和那个之前WP打的时候 我们直接提到 名气和实力应该是NO总要强一点的 人气吧 人气吧 人气和实力确实NO总要强一点 只不过因为一些其他因素方面 大家懂得 所以WP在比赛经验上面领先的对手 火车加光头直接一波 胎命连达得很好 打死的对手 那比较可惜啊 这两个选手以后的比赛 我们这个 以后如果还有这个 这个时间吧 我们再来欣赏 那么这次就还是恭喜两位选手 顺移竞技到我们的16强比赛 再次说一下 我们本次比赛呢 是32位中国选手 进行分成8组 每个小组4位选手 进行一个双败赛季的淘汰 然后每个小组是前两名 竞技到16强 16进8呢 是一个淘汰赛季 BO7的淘汰赛季 是的 8强的时候 会有4位中国勇士 来迎接4位日本武士的挑战 最终会有这个8强比赛 达到4强也是淘汰赛 4强选手晋级到我们上海的 政大广场线下总决赛 嗯 他们要迎接的 那就是另外4位 国际上面实力顶尖的选手 啊 那个4个名字就是说 分别是来自那个地方的那个 还有那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啊 这个老学家那小组 那个你也知道的 就那个就那个 那个特别厉害 哦那也来了 相当的 怎么说呢 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当时被我 我应该电到了一下 你被电到 我被我被电到了 好了 那么也感谢这个观众们对我们本次比赛支持 今天是我们32强第一天的比赛 相信以后的比赛会达越精彩 也希望管他观众这个以后 每周一周二周三晚上的8点 锁定我们的2点P2.3 好了那么接下去是回馈观众的时候了 我们要进行两个抽奖 其实4次抽奖 对 我们先抽那个3月3号 集S S级总决赛的那天的终身包 星期真伐二的终身包 价值人民币90元 我们看看 希望是抽给一位这个还没有终身包的一位玩家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终身包赠予真正需要他的人 好 我们赶紧进入这个PU的 应该是冰火 冰火党 对 PU的冰火党 这是我们PU自创的一张抽奖地图 抽奖地图 再次感谢DXK52 嗯 前段时间我还看他有没有死掉 没想到他还没死 对啊 活得很好 很亢奋的 切入到这个 我们看一下楼层 当时3月3号是抽我们看的GS总决赛 1339楼 我们来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 获得终身包 待会再抽今天的一个直播抽奖地 是的 是三张PU的高兴币卡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已经是 进入到一个抽奖页面当中 我们来抽取 AOLA 高 1339 好了看看两位幸运观众 楼层 好恭喜这位1243号的观众可以获得星期震霸的终身包一个 好 接下去是抽我们今天第一天的直播抽奖地 今天可能是第一天吧 之前宣传也没有期待宣传 所以这个发展大家好像不是还不是最积极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之后的比赛会来越精彩的 而且我们送出奖品会越来越多 好415楼我们看一下抽三张 抽了啊 公众人记录一下 好308楼恭喜这位观众 415 第二位幸运观众 169 第三位观众 公众人记录一下 308 169 355 恭喜以上三位观众 你们可以获得PU送出的高兴币卡 可以打开这个0.p2.cn 收看我们的高清频道 好 今天的节目顺利结束了 然后呢 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晚上的8点钟 锁定我们的2.p2.cn和0.p2.cn 当然 如果您是喜欢Dota和LOL 可以选择在周四周五收看Dota 周六周日收看LOL 也是很多星期二观众们平时喜欢玩的一些大动画的游戏 平时大家都是做电竞的 串串门 对吧 串串门 当然 不要玩物丧志 组织还是星期这般 要站稳了脚步 这两天我在PU工作区 看到一个我就骂一个 不要玩物丧志 看到一个星期二的工作人员在玩异合联盟或者玩Dota 不要玩物丧志 好好地打你友情中的星期三八二 对 当然其实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 你必须得了解星期三八二的解决 对 不管怎么说 我们2012年是有很多比赛的 你看 看到我的QQ签名 还有我那个微博也提到了 四月份我们就有三个比赛 三个比赛 NGF 对吧 每周一二三 对 然后3月24号 这是我们所有男同胞高兴的事情 对 这是周围的女子赛 诶 那个我们来自友台GTV的美女解说 包括现役的职业选手 miss 韩颖 韩什么 韩颖 韩颖 miss 韩颖 而且名字有意思 我们的可乐 中国电竞 考拉个 女子地狱人考拉个 两个人将在泰仓进行一场争夺 中国星期震霸2刀锋女王头衔的一场比赛 当然是有奖金的 对 那这是我们中国去的一个比赛 那么过段时间应该会在我们的宝岛台湾会进行四届女子赛 对 应该第二届了 对吧 上次第一届是在我们一届 第二届在他们那种办 因为那边正好是那边的周年周庆 所以正好在那边来不及办 当然第三届第四届以后也是 还是会回到我们这边 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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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是的 女子赛324号大家记得 然后还有两个我必须得保密一下 必须得保密 因为这两个事情确实非常大 是的 我相信很多电竞迷们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非常高兴 说出来真的怕吓死你 真的是怕吓死你 对 我都没看到过这种盛大的局面 场面你知道吗 我当时听完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被吓得半死了 是吗 对 对 后来就坚强地活了出来 坚强地活了出来 坚强地活了出来 对对对 真是难为你了 还要引致爱的选手 过大时间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当然了 失望一切顺利吧 顺利的话应该可以成行 好的 那那么再次预告一下我们每周一周二周三晚上8点钟锁定2点3点4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拜拜 再见